他曾经被背叛 最信任的一个人 把我这边的核心的一些客户都抢了过去 到了最后我被踢入局 我就想着把他的护照给收掉 叫几个乌克兰人 把他狠狠地坐一顿把他腿打断 妻子两度流产 要流产吗 就是看着他出来咯噔一下 我最依靠的上帝 这次怎么没有出手来帮我 怀上了流产 怀上流产 无话可说了 我很想要有个孩子 你却再一次地把他拿走 这个事情我根本接受不了 这个太痛苦了 这里是波兰首都华沙的中国商城 它是一个综合性国际商务中心 即批发仓库银行 酒店和商务设施于一身 华沙商城是中国在东欧最大的投资项目 除了华商之外 还吸引十多个国家的商人来做生意 商城里面有多栋大楼 超过一千间商铺 为当地的零售 批发和大型连锁店提供各类货品 除了内销 每星期都有采购商 从多个周边国家 坐直通巴士来到中国商城采购货物 为华沙带来不少商机和就业机会 来自中国的Yusuf 为了拓展商机 也在十多年前移民到波兰 起初他的生意蒸蒸日上 可惜遇人不输 那个时候我自己在经商 在波兰的时候 做那个珠宝 叫做琥珀 越做越好 他一个人忙不过来了 他就把我的堂弟就叫过来 叫到身边一起来做 然后比较重要的客户 还有我的货员 都会跟他一起来分享 就是要让他知道 后来做一段时间 就慢慢的 他就把我这边的一些客户 还有货员 就揽到自己手上 到了最后我被踢入局 然后他上位了 然后我这边的就 生意就变得比较不好 最后我就退出了 在中国出生的Yusuf 自幼妈妈因病去世 就由爸爸和继母 将他培育成长 后来父母因为要到城市做生意 就将他寄托给外婆照顾 我外婆是很虔诚的基督徒 我小时候的时候 她就经常带着我去教会 她就会用糖果来诱惑我 她说跟着我去 我就给你买糖 然后就这样 每一次就是为了两块钱的糖 我就去教会 这是我信主的开始 是这样子 那这种留守儿童 你都知道 家里人也管不住 所以可能在身比较皮 成绩也不好 那我爸就怕我一个人 在这个青春期被带坏 所以就还不如带在自己身边 那我16岁的时候 就我爸就把我带出国了 为了寻求更好的生活 Yosef在2003年 就跟父母移居到欧洲的塞尔维亚 那时候对外国的生活充满了向往和好奇 后来到了那个地方 发现完全不一样 就是跟着父母去摆地摊 我爸在前面拉板车 我在后面推 是早出晚归的非常辛苦的生活 我出国之前 我外婆就一直跟我说 先去找教会 先去找弟兄姐妹 所以我到了塞尔维亚 就到处去打听 正好有一个弟兄 就在我摆摊的旁边 就这样就跟他一起有去教会 Yosef的父母不是基督徒 所以非常反对他去教会 他们是非常不乐意的 然后你就是给别人带过去 就洗脑 有一次我还是把门锁起来 不让我出去 然后我那个时候就夺门而出 就好像也想要离家出走的那种 我确信这个信仰是纯正的 我要相信这个世界上是有一位神 并且他是看顾我爱我 然后也是让我能够一直跟随的 Yosef和父母在塞尔维亚居住了十年 一直经营小生意 之后他们决定 一居波兰 希望找到更好的商机 去到波兰 Yosef除了工作之外 也开始教会生活 参与儿童工作 这一个年轻人就觉得特别很珍贵 爱主有这么爱心的 反正这孩子说话也挺温柔的 教孩子也很有耐心的 在波兰的生活就比较单调 上班下班回家 然后也没有其他的娱乐项目 那教会里就是礼拜六聚会 礼拜三和礼拜五有茶经和祷告会 这就是成为我们的精神食粮了 在波兰的时候已经二十五六岁了 初代华人 试婚年龄的男生或者女生都会比较少 然后加上我自己性格也比较内向 所以那个时候没有就交到女朋友 然后父母就安排我每年就要回去去相亲 第一眼没有感觉 后来慢慢认识了 就觉得还是他就是感觉他蛮靠谱的 这个对象是家里人给你介绍的 我就觉得那其实如果家里人都OK的话 那我其实也OK 反正就是有个声音告诉我 就是说我要去帮助他这样子 在家人的安排下 Yosef结识了同样是基督徒的Maya 他们相处了一段时间 觉得情投意合 不久就在中国结婚 婚后Yosef和太太回到波兰居住 当时Yosef已经在经营一门生意 而且发展得不错 中国每隔一段时间就会流行一样东西 正好15年开始流行 有一种珠宝叫做琥珀 然后它的产地就是在波兰这边 所以也算是我抓到一个机会 把它运到国内做销售 当生意额不断增长的时候 Yosef想不到会被他所信任的人出卖 做这个行业当时盈利还是非常的多 信得过的人才可以 我堂弟是我最信任的一个人 就以前从小长大就比较信得过 所以就带到身边了 这个行业我是带他入门 算他半个师傅来教他 然后连核心资源都给他 一起去验货谈生意 一来二去他就看到中间有一些利益 然后他就可以自己开了一个店了 核心的一些客户都抢了过去 有一次就是正好我和全全是度蜜月 然后我就接到一个电话 就是我弟弟打过来的 他说货这边就交给我来打理了 他的意思就是就差不多就已经 把我这边的所有的事情都已经 揽到他那边已经接手了 就是我最亲近的和最信任的一个人 让我整个蜜月期就过得很含泪度过的 后来就跟我弟弟决裂了 那我也想用属世的一些手段来反制他 我就想把他的护照给收掉 叫几个乌克兰人 把他狠狠地坐一顿把他腿打断 Yosef知道基督徒不应该这样做 所以就选择放弃报酬 而因为他的客户都给抢走 所以生意最后以结业收场 努力经营的生意汇于一旦 令Yosef的情绪十分低落 因为他弟弟的那个事情 就完全待业在家嘛 很长的段时间都看不见神的座位 一个黑暗期 人上的低谷 有个忧郁的那个状态 很难受 然后自责 我为什么要带我弟弟出来 我当时如果不带他多好 我自己做的 其实那段时间对神也是信心大打折扣 每天晚上会哭 一直晚上睡觉 睡睡睡睡睡哭起来 就是脑子里会有一闪而过 就是会拿一个锋利的 就是在手上这样划一刀的 这样的一个冲动 马上回来 哇好可怕 这样的一个想法就马上祷告 就是啊 谁啊这种事情不必要 这种事情不可以 半年之后 全球就说你一直在家里待着 也不是一个解决的办法 你外部换一个环境 去找份工作 然后就那个时候 我去做美工的工作 在别人那里打工 我每天拍照 其实工作很简单 这是可以平复我的心情嘛 但是拍照拍着拍着拍着 就开始流泪了 就非常的低的一个月的收入 而且一个星期 只休息一天 就我说 我为什么会落到这样的境地 我说上帝啊 你有什么旨意在我里面 求你告诉我 不要一直在这样的一个 消极的状态里面 爬不出来 透过祷告和太太的陪伴 Yosef一步步 从生意失败的阴霾里面 走出来 也在同一时间 Yosef收到一个好消息 就是太太怀孕了 生活了两年都没有怀孕 所以怀孕了之后 我们全家都非常的开心 医生住行上 都给他要安排到最好的 然后也求神能够祝福 让这个孩子能够平安 过了三个月 我们去检查的时候 医生说 这个孩子 他没有胎心 他说孩子已经太挺了 叫我马上要住院 后来等他掉出来的时候 因为我是看着他的 当时也会觉得 咯噔一下 那个时候也不知道是什么 我就觉得没关系的 我说我下次可能就好了 陈氏 其实他情感比较丰富一点 我可能就偏理智 他可能已经很难受了 他就觉得怎么会这样 就像晴天霹雳一样 我完全接受不了 相信的神 他没有帮我 我最期盼的孩子 他就这样没了 我整个人世界观都崩溃了 很久一段时间 我都不搭理神了 面对太太流产 Yosef除了埋怨神之外 情绪更一度陷入迷茫和恐慌之中 傻傻地坐在 全全的那个床的旁边 整个人呆滞了 都不知道我是谁 我在哪 我要干什么 从医院每天往返 我都不知道是怎么开回家的 整个人都脑子里胡思乱想 然后回家的时候已经很晚了 开到那条小路上 路灯都没有的 我全身发毛 整个人就开车的时候 感觉阴森森的 好害怕 就是感觉要堕入那种深渊的感觉 今天 Yosef一家三口 在家里享受天伦之乐 他们很疼爱女儿 因为夫妇俩知道能够有小孩不是必然的 曾经因为太太流产 心灵承受很大的打击 连教会都不想去 后来有一次 Yosef在教会听到一个信息 令他开始释怀 后来有听一堂道 就是说是约伯纪 那个约伯他受了各种的逼迫 最后也没有离开神 他说赏赐的是耶和华 收取的也是耶和华 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 这句话就当时算是 算是给我了些许的安危 就过了大概一年的时间 然后一直去教会 跟神的关系也渐渐的变好 教会的服事 我也积极的去参加 然后正好那段时间 也是第二次怀孕 这个肯定是神给我们的一个印证 我们这次怀孕肯定也是神的旨意 但是我就是心里有一个声音告诉我 第二次还是成不了 那第二个的话 他中间有流血 然后那天我一下很深刻 是吃了很多水果 就咳嗽 咳着咳着咳着 半夜去厕所就没有 你知道这对母亲来说 是极大伤害的 当然虽然对父亲来说 也是很苦难的事情 怀上了流产 怀上流产 我那个已经是无语了 我就对神罢工 打工的还有工钱 那我做你的工 你不应该给我祝福吗 在相信神 最信任神的时候 我很想要有个孩子 你却再一次地把他拿走 这个太痛苦了 你不是赐我们产业的吗 产业不就是你们的 你上帝给我们的祝福吗 为什么这祝福 我们就没有了 结果又有许多的难受的地方 所以作为牧者 在这些方面 就要尽量地来帮助他们 怎么能够在神的面前 在神的话语里边 来度过那个艰难的日子 感谢神 这众多的弟兄姊们 一起安慰他们 帮助他们 本来我还不知道的 是那天我刚好碰到 陈生的妈妈 陈生的妈妈就跟我说 起了这个事情 我说我都惊呆了 后来我才去看他们 过了两三个月 余瑟夫太太抽乎意料地再次怀孕 经历过两次流产 夫妇俩对这一胎自然是患得患失 而且当时还是新冠肺炎肆虐的时候 当时那时候我也是很害怕的 然后那个时候又碰到疫情了 然后陈生那时候又要出去工作 我妈不让他回家 怕他会有带过来病毒 因为陈生他是属于东跑一下 西跑一下的症 然后那个时候陈生住在外面 然后每个星期我们就在我的那个房间 楼上有一个阳台 我们就在楼上打招呼 你好叔叔说了 因为本身流产之后体质就不好了 很难再受孕了 突然之间又怀孕了 我们心里想这个孩子 能够保下来的可能性就很低 我们每一次去做检查 是满怀愁容的 就怀着忐忑的心 生怕医生就皱一个眉头 对我们来说都是一记重拳 尤其是那个时候 正好在疫情的高峰期 每次出门 口罩戴两个防护服都要穿到 尤其是到了第三个月的时候 就是比较关键 那医生并没有说不好 那个时候我们全家就非常的关注 我说泉泉你连楼都不要下了 这样子 然后我公共给我做饭 然后给我端药 端到楼上来给我的 我就从我的房间 我都没有出去过 那个时候 因为我前面留了两个嘛 然后我其实就是很害怕 我又出什么事情 然后我那个时候就跟神求说 如果这个孩子是健康的 你就让他态度厉害的 或者让我吐的 就是反应大一点 要不然我一个人在这个房间里面 我都要疯掉了 我中午做祷告 然后我晚上吃饭的时候 我吃完我就去吐 就这样 一没有感受他的态度 我就做祷告 我说神啊 他又没有态度了 他到底怎么回事 然后他就又会开始动 然后大概是五个月左右 我就可能下楼 然后七个多月 我才在我们家的后花园才走 家门都没有出过 除了去产检 非常夸张 战战兢兢 怀胎十月之后 Maya终于顺利生下女儿 夫妇俩都十分开心雀跃 也对神充满感恩 因为我们都不觉得这个孩子 第三个孩子能够保下来 我们觉得是最危险的 最不稳定的一个情况 反倒是让这个孩子 能够平安地诞生下来 就是可乐 伊赫华以乐 神预备 就是给他取了一个这样的名字 是神赐的 就是这孩子是给我带来了 极大的安慰 就是在最最不好的一个 疫情最高峰的时刻生孩子 但是非常的顺利 感恩的地方是很多 就是他很好待 一是他讲话讲得很早 而且他这么小的年纪 他就会跟我一起做祷告 然后我有时候生病 他就会跟我说 上帝会保护你的 你不要害怕 这么小的小孩子 嘴巴里面说出来 还是非常很受感动 见到女儿平安出生 和健康成长 Yosef对神慢慢重拾信心 我们人嘛 就是还是要看到 真真实实的一个恩典 就是我看到这个可乐 平平安安的长大 然后顺顺利利的 又很聪明 三岁还不到 但是他会这样多祷告 感谢神 上帝会爱我们的 然后上帝会保守我们 并平安安 所以就是我觉得 这个孩子就是上帝赐给我们的 就是让我们能看到 这是上帝的一个见证 一个应许 因为这个孩子 慢慢的回转到神的面前 这个家庭他的信仰 他的整个的建立 在这个苦难当中 他没有在这个困难当中的话 变得信仰的失落 而更加的信仰上帝 越来越把自己全然牵上 沉重弟兄 也做知识服侍的 全倦姊妹 也做儿童处理学的服侍 所以很感恩 所以看到神 用这个方法 来建立一个家庭 对对对 我还开心 现在一家人可以开开心心生活 都见证着上帝 对这个家庭的保护 其实当Yoseph 回望生意失败的经历 发现原来都是神特别的保守 这个行业里边 当时我在这个里面的时候 只一心做事 所以没有考虑到 比如说法律层面 或者经济犯罪 这方面的一些问题 再从波兰到中国 这整一个这样的一个产业链 它其实是没有在交税 偷税漏税的 就是做这个行业 赚的钱就是那个税的钱 同行 有一些人就会因为触犯到 当地的一个法律 就被没收财产 可能四五百万人民币的货 就全部都被这边的税景 就给查收了 那我身边做的 比较大的一些朋友 就整个就被 算抄家了 本来这两年 做了大几百万的生意 就全部一次性就归零了 就在这个经济案处理完之前 他都不能离境的一个 这样的情况都有发生 很少很少能够全胜而退的 这我算是其中一个 所以后来回想 可能神是在保守我做 因为这些东西 可能会触犯当地的法律 Yosef现在在一间 电子产品贸易公司任职 工作都算稳定 但是在职场上 他仍然有不少挑战和引诱 需要依靠上帝去面对 就是人事调动 那个原班人马 他把他公司里面 所有的一批人 全部都带走了 然后问他要不要走 他也跟我讲跟我分享 人家就是给他 更丰厚的待遇 然后他们做事情的手段 可能也是比较 不从圣经上走 因为他们也不是西渡徒 然后他就是思量再三 他就做了祷告之后 就也没有去那边 然后就还是留在了这边 因为就是这样子 等于是背叛 更多的看到的是 神对他的保守 然后留在了这边 他现在的这个老板 对他非常好的 又有一次 Yosef坚持以正直 和诚实的工作态度去处事 虽然好像吃了亏 但是最终证明 他的决定是正确的 他做海外仓的 中国的货发过来 中国的厂家 他是不知道多少的量 他只知道个大概 然后你如果不诚实地 告诉他的话 他可能就会按照他自己手上的单子 给你去兑货 然后陈胜就是去点货的时候 就发现多了200台 吸尘器吧 多出来的就是自己能赚钱 他就祷告 要那个诚实 怎么样 然后他就跟那个货主说了 然后完了之后人家就说 那不是原来的价格了 他会要给你价格要重新算 就提高了很多 后来这个货主突然一下就说 那我们去点一下货 再重新兑一下单子吧 结果是他们那个海外仓的人弄错了 但其实他们两边是树能对得上的 但是如果陈胜是悄然的把这200个自己吃进来了 然后到时候他这个上头去对过的时候 还是能对得出来的 就是神保守了他 自从16岁跟着父母出国 旅居一乡这么多年 Yosef见过不少侨胞 过着放荡不羁的生活 而他因为有圣经真理的指引 加上上帝的保护 以致没有误入歧途 环境就比较的乱 就很多华人经商之余 就业余项目就去卡西路 或者是去一些类似这样的场所 在那种环境下 很难能够不被朋友带牵 我可能在我出国的那一刻起 我就应该已经随波逐流了 吃喝嫖赌读 应该是一个基本操作 肯定不是现在的 现在回头看来 就是上帝的保守 就在那个环境中出淤泥而污染 就是他的律来管制着我 就是让我知道有的事情是可以做的 有的事情是不可以做的 Yosef曾经因为太太两次流产 和生意失败 而觉得神离弃了她 到现在她虽然还未完全脱离过往的伤痛 但是她对神的信心却不断增加 伤疤可能那个茧子还在 可能需要慢慢的平复 就是对神的信心也慢慢的在建立 在低谷的时候我相信有神 但是我不相信这位神爱我 觉得我Nobody 让我自生自灭 我觉得神可能就抛弃了我 但现在我觉得神一直在我身边 他会躲到角落里去偷偷的瞄着我 就是让我有一个自己独立成长的一个环境 他不会因为我是一个小人物 就去忽略我 神无时无刻的在看顾我 我坚信这个神 祂是爱我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在我人生无论高山或低谷 遇到何样的境遇 他依旧是那位爱我的神 我余生就要跟随这位主 就不离不弃 Yosef走过人生的高山低谷 经历过事业的挫折和妻子流产 而今天他拥有幸福的家庭和稳定的工作 都见证着神对他的爱和重视 Yosef深信耶稣基督会一直带领他和他一家人 走前面的人生路 如果你渴望得到上帝的指引和帮助 请致电恩与生命热线 或者登陆恩与之声的网页与我们联络 我们很乐意与你分享基督信仰 愿神赐福祢 愿神赐福祢 Shall be the way 全身相信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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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相信你 我说从爱不兴何 看顾你每个儿女所经过 父神你权能施高于一切 福音可以透过电视电台 网络平台送到世界各地 进入千家万户 有那种马上觉得被爱的感觉 福音可以借着倾听关怀 聚会分享滋润干渴彷徨的心灵 我现在觉得自己有个盼望在 福音可以因着你对恩与之声的 祷告支持与奉献传扬得更广更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